我是2016年8月和我妻子一块来到新西兰的 当时来新西兰是在奥克兰大学读博士 读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 我当时选择的话题是联合国和简评 就是联合国在中国做的一些简评方面的工作成效 研究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了解到了这份工作的招聘 所以申请了现在的这份工作 来新西兰之前我是在中国工作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驻华代表处 工作了大概四年的时间吧 我现在是在联合国难民署孟加拉办公室 做Associate Reporting Officer 主要负责的就是和罗兴亚难民有关的 关于报告协调方面的工作 我们办公室是在孟加拉的Coxys Bazaar 这个地方是在缅甸和孟加拉边境的一个城市 这边在2017年的时候涌入了几十万的罗兴亚难民 一直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一百万的罗兴亚难民居住在Coxys Bazaar 所以Coxys Bazaar在世界范围上来讲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 因为当地政府的一些限制 这些难民只能生活在难民营里 他们不可以融入到当地社会社区 所以他们居住在这里需要各种的生活必需品 加上他们不能合法的工作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完全依赖于人道主义援助的 这边有上百万的难民 同时也有几百号的NGO 有十几家UN机构 所以这些机构在一起协调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 所以我现在是主要做协调这方面的工作 基本上大的UN机构在Coxys Bazaar都有它的办事处 比如说难民署 儿童基金会 还有联合国妇女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 还有联合国粮农组织 这些机构都在这里 每一个机构负责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事项 比如说粮食计划署 它会负责食物的发放 难民署它会负责一些难民保护方面的事物 以及难民的鉴定甄别 还有其他组织 比如说负责卫生 负责水资源 负责儿童领养等等 难民营离办公室大概车程45分钟 都可以到达难民营 这个城市 这个Coxus Bazaar这个城市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海滨度假圣地 它这边有世界上最长的沙滩 经常会在飞机上遇到非常多的 去那个地方旅游的孟加拉本地人 对他们来说 这个地方可能就相当于中国的三亚 当地人对于罗兴亚难民的这个态度 其实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从罗兴亚难民最初进入到孟加拉的时候 孟加拉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完全接纳了他们开放了边境 孟加拉人对他们产生的这种同情 也是基于他们都是穆斯林 所以会对他们有格外的包容和同情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这个罗兴亚难民在孟加拉已经待了五年多的时间 也没有看到有任何返回缅甸的条件 缅甸那边现在内战还不断 所以慢慢地当地人 孟加拉人 他们也会对这个现状产生厌倦 虽然说政府不让他们合法地工作 但是很多人他会溜出来 去寻找一些体力活 比如说开兔兔车 比如说去当劳工等等 这个一方面抢夺了当地的工作资源 另一方面也让当地的这个平均工资 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因为这个供给大于需求 对于我们来说 了解到中国民众对于难民的认知的话 最直接的方式还是上网 比如说在微博上 在微信公众号里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评论 那么这些评论 大部分时间都是负面的 其实但是也有很多时间 它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这个也取决于你的宣传角度 比如说对于阿富汗难民来说 中国民众就会首先去指责 当时阿富汗战争的发动方 那么他们通常会忽略 难民的这些生活条件 生存条件等等 而是会跳过这一步 去进行一些指责 我觉得你进行指责 当然是没有错的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也不能忽略难民生活的这些苦难 所以难民本身 作为一个难民来说 并没有任何值得被指责的地方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个体 尤其是你看到那些孩子 他就出生的难民 或者是他出生时候就是一个难民 然后他现在长到20岁30岁 那作为一个难民对他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指责他 这并不是他对于自己生活的选择 那么他只是在这个大的时代环境下 在小小的伊丽杀 新方民众对于难民来说 相对来说应该是更加包容的 比如说在新西兰 我们就能看到新西兰政府会有 每年会有很多的难民安置配额 在其他国家 在西方 在欧洲 在美国都会有这些 其实对于难民的这种歧视 我觉得也不分中国人或者是西方人 我有一个例子 我在丹麦的时候有一个同事 她是我的同事 但同时她是一个无国籍人 无国籍人士 其实也是一个广义上的男女 然后她作为一个穆斯林女性 她是戴头巾的 这是她个人的选择 她跟我讲 当她到达丹麦的第一天 她去了一个酒吧里边 她并不是要去喝酒 而是因为她当时在路上 她的手机没有电了 她想去酒吧里边借一个充电器 但她进入到酒吧以后 有一个丹麦的女士 直接走上来 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就去摸她的头 摸她的身体 摸完以后 我同事表示非常的困惑 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说 我来确定一下 你身上有没有带武器 我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恐怖分子 那么我这个同事 当时 她第一天到达丹麦 就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伤心 还非常失望 我说这个其实 并不是说 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 西方人对于难民更加包容 中国人对于难民更加排斥 其实 每个个体 她都有每个个体的想法 那么同时 每个个体在网上 以及在生活中的表达 可能往往都是不同的 在联合国里面的中国人 其实比例上来说是非常少的 尤其是对于我们 尤其是对于中国政府 奖纳的会费来说 这个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在联合国系统里的 中国声音 现在是非常少 那么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在工作中 其实是保持着一个非常中立和独立的态度的 因为我在孟加拉的这份工作 其实是独立于难民属的 我是在一个联合国的协调机构里边 我们这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个联合国机构 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协调办公室的第一天 我们的上司就跟我们说 你们首先要忘记你们是从哪个联合国机构来的 因为你在这里工作 你并不代表你们本机构的立场和态度 你只是作为一个协调工作者来在这里工作 那其实这个的前提就是 你甚至要忘记掉你自己的国籍 你只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工作者 忘记掉你的机构 你是在更宏观的一个平台上面来做你的工作 在我的工作中 其实也遇到过一些需要华人发声的时候 比如说在联合国难民属中国办公室那边 他们经常会做一些宣传工作 他们会来问我的一些建议 一些切入点 他们之前做过一些筹款的活动 在中国做关于难民的筹款活动 其实阻力也是比较多的 你要选择一个非常正确的 非常稳妥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我们经常会 我们之前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选择一些比较合适的切入点 我记得当时就做过一个以巴基斯坦 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的民为切入点 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巴基斯坦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邻国伙伴 所以这个在中国网民群体当中 当时达到的效果还是不错 我在2019年去孟加拉出差的时候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到孟加拉 第一次接近难民营 但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在难民营里边 所以我和我的当地同事说 你能不能带我去难民营里看一看 我想去亲自的看一下难民营长什么样 我同事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说 我不带你去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长得像缅甸人 因为罗兴亚人是被缅甸人迫害的 所以我同事说 他害怕带我去到难民营里边 被误认为是缅甸人 会被罗兴亚人攻击 当然后来他还是带我去了 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冲突 只是我觉得 从其他国家的人的角度来看我的话 这种观察也是比较有意思 孟加拉人其实 非常喜欢探究别人隐私的 非常八卦 他见到你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问你从哪个国家来 所有人都是问这个问题 然后很多时候 我不会去直接回答他们 我会反问回去 我说你觉得呢 对方给我的答案就千奇百怪 有韩国 日本 甚至还有菲律宾 还有其他东南亚各种国家 但是 很多时候他们猜到 非常靠后 他会说你不会是从中国来的吧 这个对于我的 我的理解就是 因为当地人在看到一个 人道主义工作者 长着东亚面孔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时候 他们不会第一反应说这个人是从中国来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反过来来说 日本人 韩国人他们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是做得非常先进的 所以这也会导致我经常会被认为是从那些国家来 甚至包括菲律宾 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援助工作 所以这也是我个人作为华人的一种观察 其实在联合国里边 能一路顺风顺水干下来的人非常的少 你去问大部分在联合国工作的人来说 他们都是会经历过很多很多合同类型 很多很多工作地点 其实也有很多挑战 尤其是对于个人生活 对于家庭来说 我刚刚进入到联合国 作为一个国际雇员进入到联合国的时候 我的朋友我的上司就跟我说 在联合国男民署内部的离婚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工作几年以后 我也体会到为什么这种离婚率会非常高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支持你的配偶的话 当你在派驻一个国外和家人两地分居 长期两地分居 那么往往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和挑战 在我在我现在办公室的同事里边 比我年龙大的人大有所在 但是我是唯一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 其他人要么是单身 要么是离异 有各种问题 所以想要进入到联合国工作的人 一定要想清楚这些方面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